韓國雄議員 郭文貴 蔣雅 郭文貴 季晨斗 謝謝鄭雅 其實我們的執行長比我還應該要被介紹的 因為畢竟我已經在這個行業裡一陣子了 所以大家也比較知道 我們的執行長 Angela 其實她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經理人 他以前的工作是 Johnson & Johnson 在臺灣的總經理 他是一個行銷的專家 他是他那個年代的一個典範 也就是說他是臺大經濟系畢業 而且是哈佛大學的MBA 所以應該是他那個時代 所最具代表性的最具成功的案例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請他來一起座談也不為過 他年代跟我其實是一樣的 我們都歷經了很多求學跟做事情的經歷 今天我們面對下一個世代的時候 我們突然想起來說我們究竟可以做什麼 我們究竟可以做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知道說 我們的下一個世代在想什麼 或者我們的下一個世代他們缺少什麼 我們應該給什麼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小英教育基金會 一直希望能夠跟年輕的朋友來座談 那麼我自己本人在大學裡面的演講 其實是非常多的 但是對出了大學以後 進入社會以後的年輕人 其實我是比較少有這個機會來 跟大家來座談 那問題在哪裡 其實Angela剛剛講過 一旦你做了政黨的主席 或做了政治人物 你就像個溫神一樣 尤其當你選總統的時候 我跟溫神的效應更大 就是這個台灣的社會已經到了 已經看到政治 大家手就拿起來 怕自己的手指頭去燙傷 但是我覺得 現在的社會已經開始又有一番的景象 那我覺得這個改變從哪裡開始呢 其實是從我們的三月學運 甚至在之前的這個洪仲秋的事件 所產生的社會的力量的集結 尤其是年輕力量的集結 其實開始讓這個社會有改變 那以前我在大學裡面 告訴大學生說 你缺少這個缺少這個 你該做什麼做什麼 在洪仲秋的事件之後 在三月學運之後 我突然發現我自己沒什麼東西 可以告訴下一個世代了 因為他們好像知道他們怎麼樣 怎麼樣去面對問題 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怎麼樣把他們的聲音發出來 這就變成說 讓我們這一輩子 有點對我們像一個世代人 有點另眼相看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也歷經過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 當我念完這個 在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應該是全球非常有名的一個學校 LSE畢業的時候 我走在路上 我覺得世界上我最棒 當然我們現在也有一些候選人 也是這樣主張的 那 但是 當你是一個名校畢業的PhD 而且畢業的時候 我的校長還請我一起去喝下午茶 那英國人喝下午茶 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 尤其我們還吃那個Finger Sandwich Cucumber Sandwich 也都吃過 非常擔心 但是它是一種 很有象徵性意義的那種 那種 Sandwich 在吃的時候 他說 他一直的我說 他說 You are young and promising 那各位你想 那時候我的心情是什麼樣子 我當然是覺得 我覺得 young and promising 可是 當我第一次去 面臨到我的這種人生的這種抉擇的時候 因為我的論文 寫完拿到學位跟我 開始我的這種教學的工作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的落差 那這段時間的落差 我父親覺得說 那你反正閒著也閒著 你就到律師事務所去實習 我就到律師事務所去實習 我才覺得說 當我寫完第一個legal opinion 給我的教授看的時候 給我的 不能講教授 我的mentor看的時候 他告訴我說 It's too much schooling 意思就是說 你上太多學了 你寫的東西 只有特定的人才看得懂 一般人是看不懂的 那也就是說 當一個小孩已經過度教育的時候 他跟社會就發生著連結上的困境 也就是說 他跟社會 要再一次連結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困難 那我相信 這個也在我們的教育體系 也一定有這個問題 也就是當你的 教育完成了以後 你要跟這個社會 再連結起來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我相信 在今天各位有一些是剛開始工作 應該也有這樣的同樣的情況 那我也不要再多說什麼 我們總而言之 我們很希望 在今天跟各位能夠對談 對於年輕人 我只有幾個字可以告訴各位 就是說 現在其實是一個快速轉變的時代 尤其是台灣的社會 是一個快速轉變 尤其是在這一次的學運之後 這一次的選舉之後 其實社會一直在改變 政治也在改變 人對認知的想像 對社會的想像 也在改變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將來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還是年輕的時代 所以年輕的時代 一定要有一個責任感 但是在這個責任感之餘 所以我非常期待 我們年輕的時代有兩個特質 第一個特質 必須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叛逆性 只有有叛逆性的人 才會改變現代 第二個 我非常期待 我們的青年世代 是可以 我不知道 這個中文怎麼講 它叫做adventurous 也就是說 你要去勇於嘗試新的東西 遠於去面對改變 如果你用兩個英文字 一個就是叫做rebellious 一個叫做adventurous 如果你這兩個字 能夠記在心裡 我們台灣的社會就有希望 謝謝